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牧家贝辞去总统职务 请看天天头条 这是Citizen 还有香港电台 Citizen 当地的报纸就是牧家贝辞去了津巴布韦总统的职务 然后谁来接任呢就原来的副总统叫牧南加古瓦 那么将成为新的总统 于是当地的群众是乐大喜奔 喜大普奔更厉害 比乐大喜的奔还厉害 你看这就是津巴布韦当地的报纸 Preg News就突发新闻 牧家贝辞职了 这个当地老百姓非常高兴 另外是中国时报是台湾的李克强总理 会见日本的企业代表团 一个大型的企业代表团200多人 中日关系开始转暖 NHK日本的也在报道 讲这次的会见200多人 大公报李克强总理说了 要珍惜中日关系改善向好 邀请日本参加上海的进口博览会 另外是联合早报 那么中国外长王毅会见新加坡的外长 文汇报有报道 就是推动以带入的建设 共建三个平台 对不起 National Post 这是讲什么呢 讲那个加拿大的这个总理 下个月访问中国 这加拿大的报纸 旺报是台湾的 也是说加拿大总理来 中国干什么 要谈自贸建设 自贸协议 旺报报道 澳大利亚要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所以澳大利亚和台湾的自贸协定 就要破功了 暂时不宣布 等会儿有效 那么大陆正在谈的一些自贸协定 他有分析 人民币 讲这个台湾呢 有人在那拼命的炒作 说习近平要会见财英文 那么旺报 台湾的报道说 根本就没这事 这就是中国的党的媒体说 如果没有92共识 就没有对话的基础 要搞搞清楚 不要乱说 中国是吧台湾的 大陆社台人士暴露爆料 说他们来台湾的时候被人叮烧 那么是蔡英文驻政府 为两岸交流设限 环球网 这是中国的大陆的 美国将朝鲜列入知恐的 就支持恐怖组织的名单 那么中方的希望各方面多做一些 有利于及时缓和的事 不要搞紧张 大公报 美国重新列朝鲜为知恐国家 那么中国外交部还是希望大家回到谈判桌上来 明报报道 那么但是美国的国务卿说了 尽管有这个措施 但是它的效果也是有先的 那么这也是金融时报报道同样的事情 金融时报是英国的 他说美国对朝鲜 对与朝鲜贸易有关系的中国企业加以制裁 包括四家贸易公司和13个实体 自由时报 讲什么呢 拖北的那个士兵啊 就是跑到韩国的那个朝鲜士兵呢 特别惊慌 现在为了让他安定的给他房间挂了个太阳气 而且他也醒过来了 BBC 那么这是联合早报 伊朗总统宣布 伊斯兰国组织已经被消灭了 这是德黑兰时报的报道 联合早报也有 中央社是台湾的 终结叙利亚内战 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首度举行峰会 这个地区啊 只要他们更着急 说希望那更安静啊 Daily News 也有报道 这是德黑兰时报 是伊朗的报纸 说 现在这个他们峰会期间 蓄利亚的总统也到会 所以特别感谢普京总统 他说 蓄利亚总统是多亏了俄罗斯 蓄利亚才得以得到这个成就 这是卫星通讯 俄罗斯的报道 那么独立报啊 讲什么的英国的啊 讲这个尼加拉 尼日利亚啊 尼日利亚出现这个自杀式的袭击 啊 一个年轻人啊 带自杀炸弹 10多岁的年轻人 炸死50人 网易报道 证监会将成立监察委啊 监察委干什么呢 和发声委是同样级别的 是发声委面临历史上最严格的监管啊 要不发声委里面 过去历史上有些问题 我们今天会讲一讲的啊 所以旺报 台湾的旺报报道说 大陆的这个证监委 设监察委啊 啊 那么严格审查企业的上市 也叫IPO IPO的英文呢 说写叫啊 其实是三个英文单词 叫Initial Public Offering 啊 就是上市集资啊 上市集资呢 中国的A国啊 数量创历史的新高 集资多少呢 到目前为止今年1944亿人民币 全年可能要超过香港啊 信报报的证明大陆手上的钱啊 老百姓手上钱很多 啊 另外是三部委 联合说明年呀 继续要楼空啊 防止资金非法流入到地产领域 叫经济日报 现在就看天天副事会 这是澎湃啊 有报道 中国一件三 一件三星 就一个火箭带三个卫星啊 成功发射啊 发射是什么 是机灵一号视频 零四零五零六四三个星 在哪发射呢 在太原的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啊 其实离太原很远的发射站啊 应该在可兰啊 这大公报 但是发动机表现的非常的完美啊 旺报是台湾的 报道是隐形机的杀手 是什么呢 是中国大陆的资助雷达之天王啊 这是科技 现在中国已经有啊 反隐形的雷达装备了 嗯 那么这是旺报 台湾第一啊 中国大陆的前三季经济总量 过万亿人民币的城市 第一是上海啊 两万一千亿 第二是北京 一万九千亿 第三是广州 一万五千亿 第四深圳一万五千亿 第五是重庆啊 一万四千亿 天津一万三千亿 苏州很厉害 一万两千亿 这就是中国大陆的万元纪录幕 嗯 三个季度啊 星岛日报 腾讯更厉害 腾讯四万亿的市值啊 啊 超过了Facebook啊 马化腾越为亚洲的首富 我们看看排名表 每天的股市一变化呢 排名表就变化 马化腾第一啊 许家印第二 马云第三 王健林第四啊 杨慧言 第五 嗯 中国富豪排名 今日报 哎呦 茅台酒这两天调整了 往下掉 为什么呢 中国官媒和茅台酒自己啊 公司也在提醒大家 不要乱找 这华尔街日报 啊 还有就是说 三连跌啊 显示控风险 是主调 嗯 文汇报 注意啊 有个谣言 这两天在网上传得很凶奢 说在深圳北战有个钉字户赔了一点三亿这是个大谣言 造谣者是个地产经纪啊 其实人家没赔那么多只赔了一千多万啊一千六百多万 而且人家是那个是伪张建筑啊没有赔那么多 所以造谣者为什么他是希望人们到那去看楼去 居然有些人还很热心的传这些谣言 我们职业传媒人就是破谣言啊 要这个没有职业这个道德的人不要乱传谣言啊 信包包装 中央首次派员来香港宣讲十九大啊 高官要出席一讲座 星期四来啊 很多讲座啊 大家有两个主要的讲座啊 那么林郑月娥啊 是香港的特首 强调啊 那么在一个论坛上跟马云在一起谈谈这个初创啊 创业怎么弄 马云建议是不要等政府要赶快干起来 所以林郑呢强调是公私合营来支持初创啊 这是南华早报新报 中国是吧是台湾的 那么现在美国的商人啊 就洛克马丁不不儿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不给他们定金 不给钱没给 所以他那个军舰制造就不搞了 蔡英文说要查查 怎么回事 因为庆富玩不下去 他这个军舰照表 这是Local Local报道 讲什么呢 中国和梵蒂冈 这是Local是意大利的报纸啊 讲什么呢 梵蒂冈 跟中国要进行艺术品的展览 那么中央设置台湾的 因为大家知道他呢就说这是不是跟当年的乒乓球外交有关系呢 这是大陆的AI人才就是人工智能的人才非常抢手啊 一上班就是一万多啊 都三个月就上到两万多月薪啊 所以年薪25万是最起码的 如果是高级资深的工程师呢工资就非常高 现在高级工程师资深的上百万年薪还找不到人 为什么呢 这个AI人工智能发展太快了啊 华尔街见闻和台湾的旺报都有报道 人工智能的工程师啊 那么在中国大陆有多少人呢 只有五万多人 全球也就一百多万人啊 美国的比较高一点啊 美国有85万人 华尔街见闻新华网都有报道 所以你看AI的这个工程师的工资比社会的平均工资啊 最高的要高出55%啊 非常差距之大 赶快叫你孩子学进啊 经济报 世界人才报告呢 香港是蝉联亚洲第一啊 香港是有人才吗 那是不是把我拴进去了呢 世界人才报告啊 大陆在进步 台湾留不住人 这是个趋势 Bloomark讲什么呢 他们认为呢 中国的教育还有些问题啊 认为中国的经济的头号风险是教育啊 环球时报有这篇文章 另外是 昨天有家快递公司呢 在网上拍卖了啊 几家这个波音747 但注意啊波音747已经不生产了 赶快留好备件 要不然将来订备件很贵 当然网购的嘛 于是快递员到了这个家里 小孩在这网上玩了 他妈说啊 我订了个波音747 我想不是这么回事吧 殊不知有人在网上订走了波音747 CNN 这是美国的 说现在司法部 美国司法部认定哈佛大学招生 歧视亚裔学生 为什么呢 他对拉丁裔的学生和非洲裔的学生啊 那么分呢就低一点 而亚裔的全给拔高了 所以你要注意这么个问题 嗯 现在联合早报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死亡的事情啊 美国的高校说 校外身亡 非死于暴力 就中国留学生张川川啊 这个不幸身亡一事 嗯 信报报导 台湾的背包客到澳大利亚去打工呢 居然不给首个月不给钱 为什么呢 原来他们的敲诈背包客啊 就尤其是亚裔的背包客啊 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 嗯 金融时报 福士康啊 在郑州的工厂非法使用学生 加班组装iPhone 什么呢 这叫iPhone10 别弄iPhoneX 或者iPhoneX 因为他的iPhone很怪的 他一二三四都是阿拉伯数字 一到十呢 他用了个 古罗马数字怪怪 所以人都别读错叫 差啊 联合新闻网 也是讲实习生非法加班 海洪说 有些园区不守规定 大公报 默克尔倒霉了 组织不了政府 默克尔说 与其这样我不要少数派政府 我要重选 这德国人又得再折腾一轮 经济时报大公报都有报道 金融时报 德国乱了 英国人偷乐了 说得国跟我们要分手费 我们曾经压压价吧 现在华尔街文 金融时报都说 想德国趁乱 压德国让他们交的分手费 明报报道 欧洲的银管局选址选址选到巴黎去了 因为你脱楼欧洲的很多管理机构呢 叫搬出英国 那么现在就是还有他的这个其他一个管理局 就是金融管理局要搬到巴黎 药品管理局呢 要搬到荷兰 那么他们这俩都在抢啊 这是明报报道 那么陷入大国的博弈呢 黎巴嫩的总理呢 沦为了牺牲品 独立报 头条都是讲 现在俄罗斯境内发现有辐射超标 那么俄罗斯否认 是核事是出问题 但是是超标 华盛顿有吧 看 这小帅哥是特朗普的小儿子 刚11岁 长得已经跟他妈妈一样高了 干什么呢 迎来这个第一个在白宫里的圣诞树 华尔街邮报 现在美国啊 让这个有六万多海地人 停止他们在这个美国的合法居住 要驱逐他们了 最后啊 这是个丑闻啊 daily news 讲什么呢 著名的60分钟的这个记者 大家见过这个人吗 叫查理肉丝 遭到停职啊 性骚扰很多的这个妇女 明报报道 阿根廷的潜艇的氧气块 他用尽了这44个啊 这个官兵的生命啊 遇到重大的挑战 共同网 日本政府准备12月1号开会 就天皇退位的问题 召开皇室会议准备什么时候 天退位呢 退退位呢 2019 19年3月31号 嗯到死 就是这个时候 嗯 那么这是澎湃啊 这个关于人头移植模型的这个大夫任小平说啊 它是个模型的啊 是实际上做的 离真正的幻头术 还有距离 广告回来继续报 历史上最严格的监管 请看天天焦点 文汇报 新届发声为宣誓就职啊 这是上市啊 审查这个发行上市新谷的一个审查委员会啊 那么刘世瑜是证监会主席 要终身追责啊 任何人批准上市要终身追责 我们接着观点 历史上最严格的监管发行监察委建立什么呢 制衡的机制啊 IPO是什么意思呢 IPO就是组织上市 换句话说 有些企业没钱啊 他让出一部分股市股票 然后到市场上呢 资本市场要点钱来 就是拿股票换钱 那么呢 你报的资料非常重要 你报的是真资料和假资料 这性质不一样 假资料你是欺骗公众 那么所以呢 就有个审查委员会 专门审查这个上市公司的 但是啊 注意过去很多公司 不是真实的那么好就上市了 这叫什么 这叫带病的公司上市集资 其实说的不客气 就是一种商业诈骗啊 你没有那么好 干嘛说那么好啊 那么所以呢 现在流逝于是要严格防止带病的企业呢 申报 如果有人批了这些带病的企业啊 这个上市的话 将来终身追你的责任 你掉了工作退了休 都不行啊 那么我们讲几个这个历史啊 就是发声委 就是发新新股上市的审查委员会啊 曾经有个人啊 叫冯小树 这个人呢 他掌握了情报 在这个上市前 他得到情报以后呢 他就往里这个上市公司 住了三百万 你知道上市以后 他一下暴涨到多少 三百万人民币 一眼 一眼 没有一眼的 就一上市就变成了两点四八亿 我就说贩毒也挣不了这么多的钱 为什么呢 他有重大的乙权谋私啊 另外还有的公司呢 是烂公司 没有那么高也能上去 为什么呢 有人帮他们忙 还有两个人啊 这是今天报纸登的 一个叫刘淑翻 翻船的翻 一个叫李亮啊 这两个人啊 是也都是里面的 这个有关人士啊 就是发声伪的 那么其中 在一个上市公司里 这第一个人 姓刘的就挣了三百万 那个姓李呢 就一个上市公司 就上市的过程 他挣了七百万 干什么有这么腐败 这么快啊 我就说贩毒杀人 都挣不了这么快 那比那个帝国主义侵略 掠夺财富还快 所以现在啊 刘世瑜要严格把关 那么把关什么关呢 大家知道很多问题就是 你上市公司要上市前 要跟这个发声委要见面 叫初次会面 你知道初次审 叫初审见面 这个见面 这里面就有 专门的公关公司 挣这个钱 就这里面都有油水了 能不能见面 这都有油水了啊 这里面也有腐败 那么那么据到香港啊 香港在这个上市公司 如果你的是带病的企业上市 股民觉得上当受骗的话呢 你注意 帮助你上市的券商 会计师 律师行 还有投行 都要承担责任 这个承担怎么责任呢 你要配人 退回人家那个投资者的钱 不能让投资者损失 而且你还有可能形式出 责任你看到做大牢的 那么这回搞这个 监察委 发行监察委 就是进一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大家知道 投资股票的啊 这个很多人都被绑在里面 为什么呢 有些公司永远不派息 他为什么不派息 他根本就是个烂公司 带病的公司 怎么能上来呢 有人在腐败吧 嗯 所以你看 自从啊 现在这个 证监会啊 在抓紧这方面工作以来啊 在一个多月就是上个月十月中到现在呢 一个多月呢 现在那个发行通过率 就是说你上报的企业能不能批准你上市这个通过率呢 是多少呢 就是59.6% 换句话说呢 有40%啊 以多的这个企业呢 就上市的过程中没有批准 为什么呢 你没有达到上市的要求 看见没有 所以改革是全方位的 所以我们今天写个字 三个英文单词 什么单词 嗯 你猜对了 就是IPO IPO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用带病的企业上市骗钱的话 那你可以有IPO IPO 好 明天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apro